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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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了 还不回学校 你要不回去 我就给你们学校打电话 让你们学校抓你回去 不是 不是 说太片面了 是那么回事 有一次 跟我说他晚上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打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我肯定是担心你的安全问题 然后我就疯狂给打电话 他当然态度特别恶劣 说你挨找找去 我还怕你不成 就够料了 他直接就不接了 他直接给我们那学校保卫处打电话了 然后第二天导员就找我了 说什么 你夜不归宿 你一宿舍都夜不归宿 就导致我们一个宿舍都有处分 做得好 我为什么打电话 你心里不知道吗 不就你有前科吗 之前他有一个男闺蜜 根本就不是男闺蜜 背着我跟男闺蜜住一起了 什么叫住一起 那明明是我有两个天心朋友 跟我一块回苍州 我就跟他们一块住外面 怎么回事呢 苍州那个事 我来说他有一个男性朋友 跟他玩特别好 总是黏着他 我就特别讨厌这个人存在 当时他跟我说了 放假带他天心朋友回到苍州 我说跟谁啊 他说是个女生一起 当天晚上我也没有打扰他 我就晚上刷到了他那个朋友的一个视频 露出了一个男生 就是他男闺蜜 他可没告诉我有那个男闺蜜存在 然后我当时肯定是心里特别生气 问他我说 哎你跟谁出去的 嗯 然后我女朋友可好是吧 就我们四个呀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 我当时就那个什么 我就把那个街都放上去了 人又消失了 又跟之前一样 消息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那我为什么这样 我就是觉得你特别扫兴 每次我只要出去玩 你就开始 就因为这点事翻来覆去的跟我吵 有意思吗 那是男闺蜜吗 那是男性朋友 是你先欺骗的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你瞒着我肯定是因为你俩有秘密 瞒着我 那我为什么瞒着你啊 是因为你总是扫兴我才瞒着你 这倒好了 转头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一框机就把我生活费给我断了 你跟一个男生住外面 我肯定会多想的 是我俩单独住吗 我肯定是会多想的 你俩住一起了 那么多 我如果没发现 你就一直欺骗呗 一共五个人 一次没发现 骗第二次骗第三次 是你先骗我的 一共五个人 你只看见我俩是吗 我这个从一个当憋的角度说一句啊 我给这个男生挑了两次大目鸽 一次是抱 校保卫部 处分全宿舍 做得好 这女生晚上出去 彻夜不归确实 违反校规校计 不安全 我们做家长呢 觉得做得很好 第二个 作为一个父亲 我家闺女在外面读大学 回到了家里了 居然不回家住 我作为一个老父亲 也深表担忧 她的男朋友 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我 我也给她点个赞 很好 作为老父亲啊 这个角度 我觉得做得不错 关键是 我只想告诉你姑娘 确实 这个好像 不是 让父母挺着急的 我不管你跟谁 我不是总这样 我们就是偶尔 偶尔这件事 就会变成习惯 接着说 就是平常放假了 回到苍州了 肯定我们俩 得一起吃个饭 然后游乐会什么的时候 男闺蜜也会跟着 个别过分 你说事 我觉得真没人能忍受 不是 你做的事不过分吗 又一次跟我妈打电话了 我有一次 我同学要给我请假 我们一块出去玩去重庆 我说了 我说你别跟我妈打电话 别跟我妈打电话了 我说我们一块出去玩 到时候我妈又担心我们 转头 我刚到机场 我妈电话来了 你没在学校看妈去了 对啊 我花钱是让你去读书的 你拿着我给你读书的钱 去重庆玩 你还不跟我说 不是 那我能不急吗 我们那是请假 我们一块去 怎么叫一块去的 她跟她男闺蜜单独去的 对就是一块去的呀 不就是你俩单独去 找你重庆跑去吗 我们单独去的那不也是一起玩吗 那坐飞机就要单独了是吗 也是没告诉我 你是咋知道的 她起飞了还有一天 她告诉我了 一 我俩不是单独出去 那么多人你就光看我俩什么 二 那都第二 那么第二天就起飞 那机票再再给取消 那全都得损失了 我都跟她说了 别跟我妈打 别跟我妈打 就非得打这个电话吗 我联系不上你了又 联系不上我就得给我妈打什么 咱俩小孩上你跟我妈说了吗 你跟你男闺蜜飞走了 我没办法了 你跟我乘坐过 不再跟男闺蜜单独出去 我本来也不是单独 小的你这恋爱谈得太累了 你别谈了吧 我都替你累的哈 行吧 你就说说她这男闺蜜吧 特别过分 本来我们两个就异地 平常见面 机会少 嗯 放假了啊 她陪我一天 陪男闺蜜一天 陪我一天 陪男闺蜜两天 你也太夸张了吧 陪我一天 陪男闺蜜三天 她只要定义 我今天出去玩 里头有这个男性朋友 她就说我在陪她 其实很多人一块出去玩 她看不见 小心眼你的意思是 对 就是小心眼 你说你们一块出去是吧 对啊 你们两个就没有单独出去过吗 我也没有 不可能 有一次她跟男闺蜜单独出去 待了两三个小时 去哪儿 约会 吃饭去了呗 逛街去了呗 吃了个烤冷面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四个人 我们一块出去玩 做手工去 然后那俩人呢 有一个女生她就胃不舒服 她就晚点到 还有一个人不来了 我俩说从烤冷面那等会她吧 好 在她嘴里说嘛 你们俩从那烤冷面 吃饭从这儿约会呢是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我看她 手机了 她背着我偷偷看我聊的记录 什么叫偷偷看你聊的记录 我哪次不是在你在的时候看你手机 是 你就成心 没事挑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都陪不了我两个小时 就非常着急 什么叫陪不了你 着急回家 陪她男闺蜜两三个小时单独的 不是不是 你这说的不像话了 什么叫 她就是不像话 什么叫单独的陪两个多少时 什么意思 就是上次烤冷面那次 不就一次烤冷面吗 小心眼 你们俩之间的事 你会跟那个男性朋友去说吗 偶尔会说 会说 就是你的那个男性朋友 觉得你男朋友怎么样 肯定要是她是我的朋友 她肯定会站在我的角度 就觉得她可能会 事有一些多 会有一些扫兴 对我控制于太强了 你跟她男闺蜜 不是男性朋友见面的时候 你们俩有冲突吗 第一次见面有冲突 吵架了 吵了些什么 当时是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吵起来 就你们三个人 还有好多人 还有她的另外一些高同学 吵啥呢 当时是一起吃饭 吃完了第一顿饭 又吃二厂吃第二顿饭 你们不怕撑着啊 现在的孩子啊 就当时我们吃饭嘛 我跟男闺蜜第一次见面 我本来就特别烦这个人 我也没跟他交流 他也没找我交流 但是这期间 我女朋友住在我旁边 他又一直的cue我女朋友 把我当作为一个木头 人家跟他先打招呼 他装作听不见 我不是没听见吗 你没听见 你那是对人有偏见 你就不相理人家行吗 不是 我有权利不理他吗 我年轻我吃醋 不是我还提前我说了 我是为了这俩我好去的 我就觉得那个男孩 喜欢我女朋友 我吃醋行不行 可以 但是本来就胡这么一回事 起码我坐在你旁边了 把我当作一个木头人 成你俩是对象了是吗 男女朋友了 跟你说什么呀 人跟你说完也都不理 人家人跟你说什么 不就是挑衅吗 他一直不是挑衅吗 我能不跟他生气吗 这恋爱他 我就觉得 你男闺蜜对你心思不纯 不是 你那个去厕所 人家就从旁边一过 人家就说你们去厕所吗 哎 到他嘴里就是 问我单独问我 你去厕所吗 人家问大家喝水吗 到他嘴里就是 就光问我自己喝水吗 你们俩一直在自说自话 发现了 他有他自己的偏见 他根本就不把他那个 完整的整貌说出来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范中二 你这么不开心了 为什么还有二场 带不走啊 因为我觉得都交出来 这么多朋友了 然后你走了 你就很不礼貌 没有不礼貌 我们俩很长时间没见了 我们是恋人 我们谈恋爱 可是是我把我朋友 叫出来的呀 我是为了他们俩 以后别这么尴尬 不是 你还居中协调这件事呢 对呀 那不是越调越尴尬吗 是我觉得他总是误会人家 行 这件事咱就过 暑假放假回家了 正好赶上我们两个人 五百二十天纪念日 我就说想给他一个惊喜 当天嘛 我就打字跟他说 宝宝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我女朋友好吗 回了我 今天是我男闺蜜的生日 我要陪我男闺蜜 这个事本来我提前一桌 我就已经告诉他 而且我们俩从来不过纪念日 到这天了 就诚心没事找事 不是 这为什么是 没事找事呢 姑娘 她诚心拿这个说事 本来我就跟她说了 是不是这样的嘛 我当时跟她说完之后 她就说今天是我男闺蜜的生日 我要陪男闺蜜 她说 咱原来不过就这次非得过 纪念日 纪念日 我理过准备好了 你原来怎么不想着呢 对 一个惊喜 咱俩不是离退眼了吗 惊喜不允许 如果允许情况下 肯定是天下的纪念日 当时 我说那怎么办 她当时说 陪她咱们每天去过生日 待一个小时 再过来 过我俩的纪念日 我说可以 我也 我当时就把那个饭馆订好了 礼物备好了 从八点 我等到八点半 也没来 我就给她发短信 又消失了 打电话又不接了 我有什么办法吗 我只能送她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 她们聚餐点在哪儿 从八点半打到九点半 电话是接了 南闺蜜接的 说你不用等她了 她喝多了 我们爸爸她送回家了 别担心了 我承认我这个事 我做的不对 但是就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是大家都喝点酒 因为我酒量不太好 然后我喝点酒 我就有点头晕了 正巧我们 我们这几个人家 就住得很近 就楼挨着楼 然后就给我送回家很正常 她就非得说 我男性朋友 接她那个电话 是挑衅她 我说人家 不是怕你担心 才接那个电话吗 人完全会顾及 她知道咱俩人今天是今天日夜 也知道你会来陪我 故意把你喝多 还接这个电话告诉我 你怎么这是想别人 世间之事不经细琢磨 一细琢磨全是问题 我心里面一万个问句是 为什么不分手 为什么不分手 你还要干嘛 我分手了 之后我女朋友 给我道歉了 就没分成呗 是 确实我知道 我这个事做得不对 我就找她了 我说咱们好好解决 解决了吗当时 解决了 她说她后来她原谅我了 那现在你跟你跟男性朋友 怎么样关系 就是还是普通朋友 我们一直就是朋友 那现在她 你跟你跟男性朋友 还交往那么密切吗 我们俩就不是交往密不密切的问题 是我们俩圈子 就是很融合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简单嘛 就是你现在有了男朋友了 你男朋友很介意 你跟另外一个男性朋友的关系 对我知道 这事你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我是因为我男朋友 把我原来的朋友抛弃 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对吧 什么叫把原来的朋友抛弃啊 那我在 原来朋友不是你亲人只是朋友嘛 朋友是有的越走越近 有的越走越远嘛 可是我们 因为人生就是在告别和接待的过程当中 朋友跟男朋友 他就不是一样的定义啊 男朋友是那种 可以说很多交话的那种陪伴 就朋友跟男朋友 这两种都不能舍去啊 难道朋友跟男朋友不能同时存在吗 啥时候我就感觉 男闺蜜比男朋友更重要 不是你是怎么界定男闺蜜 不认为她是个男性朋友 我肯定感觉她对她的想法不单纯 就像喝好之后我把她吃饭 吃完饭之后我就开笑嘛 我女朋友说 我能不能看你手机 她说可以看啊 我就在那翻 点到了她男闺蜜 跟她聊一记录 我一看好嘛 直接强制性的要求她和我分手 什么叫强制性分手啊 不就是吗 说这个男的小心眼 这个男的不靠谱 这个男的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你也太不合适了 你必须跟她分手 那我也没有听她的呀 不重要 这事不重要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俩人聊天特别暧昧 哪有正常朋友说 啊宝宝宝宝干嘛呢 宝宝今天吃饭了吗 知道了 聊天暧昧还有啥 还有俩人穿情侣服 这我们就是五六个人 我们一样的衣服 一样的款式 你别说那么片面 人家那两个女生 颜色不一样 图标不一样 她们两个颜色一样 图标一样 她还发一条朋友圈 她俩单独的合照 上面写着 拥抱未来 活在当下 配着两个表情 一个是爱心 一个是抱抱的那种表情 她男闺蜜叫未来 你叫当下 那我只能这么理解啊 不是 那是我们玩这段话 大冒险输了 才发的那个 我也没有屏蔽她 关键事 不是 我其实现在 我不好奇你 你知道吧 我特别好奇 她那个男性朋友 长什么样 三个女生跟她一起玩 你发现了吗 是吧 不是 不只有她一个男生 不是 就你们四个人 穿同样的衣服吗 六个人 五个女生 一个男生 不是 两个男生 四个女生 哎呀 这两个男生 我也想见见 跟她交往 就要跟那个男性朋友 彻底断掉 就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她很介意这件事 做得到 做不到 所以今天你要分手 对 第三个问题 你男朋友有什么优点吗 挺 我昨天现在挺幽默的 然后对我也挺好的 你男性朋友 有什么缺点吗 我这样说 我有点想不到 那我又不是她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缺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每当提到 你的这个男性朋友的时候 你有意无意的 更多的 在维护你的男性朋友 而没有维护你的男朋友 原来我特别心灵即合 我跟她说过 我说你咱们坐一块 咱们好好的 吃顿饭什么的 好 没问题 下一个问题 又很简单了 如果你的男朋友 有一个像你男性朋友 这样的女性朋友 你接受吗 如果他俩是正常的 男女朋友之间 我完全可以接受 不是 他就是跟你的那个男性朋友 都是一样的 你别如果 你能接受 那如果他跟我一样的这种 我可以接受 你确定你能接受吗 我确定 你们在约会的时候 那个女生出现 她跟那个女生 穿一样的衣服去照 情侣照 那个女生管她叫宝宝 不不不不 她认为嘛 我们按她的说法嘛 她管那个女生叫宝宝 她关心那个女生 有没有吃过饭 那个女生也关心 她有没有吃过饭 那个女生也叫她宝宝 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能接受 对 但是对不起 你男朋友接受不了 好了 反正已经分过手了 对吧 是 所以那次就当一次分手演习 今天女朋友是要求分手的 我觉得你也很奇怪 你陪她来干嘛 她都要求分手了 分了不就完了吗 我来这儿的就想着就是 想让大家给我分析分析 分析啥呀 真的离不开男闺蜜吗 我就希望你跟男闺蜜 划清界限 人都要跟你分手 还要划清界限 你没有资格 没有要求提 你的力量不够 男闺蜜也在天津读书吗 她在苍州读书 那天津她也会经常来 没有就偶尔嘛 如果她说她想来天津玩 然后偶尔才会来 而且她不是每次来都更见我呀 好 所以她是小心眼对吧 对 理解了 来吧 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那个男闺蜜嘛 你已经表达了你很多很多的不满 还是在那儿 说明男闺蜜对她来说挺重要的 姑娘是这样 你长得挺漂亮的挺可爱的 学会保护自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学会尊重别人 其实她其实说的是对的 你先有欺骗的 可是老师你有一点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从小都玩到大 然后家里人都认识 既然你们俩从小玩到大 那么她作为一个你的发小来说 她应该有分寸感 可是我们俩是有分寸感的 就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分寸感 就是在你男朋友明确表示出来 我觉得你影响我们关系的时候 她应该往后退一退 是我男朋友她无理的那些要求 你看吧 宝贝是这样 你只站在你的角度想 你站在你男闺蜜的角度想 但是你没有站在她的角度去想 你在这种关系里面 唯一没有共情的 是你的男朋友 哪怕你初心是好的 但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对她是直线伤害 而且是暴击 所以我说的是 你不要去伤害她 可是你的本意 是为了让她俩和好的话 你应该请她吗 我和不了好 她俩是情敌关系啊 姑娘 她俩不是情敌关系 不是 是你认为不是啊 关键是 她一定是嘛 行不行 你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是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 好 听周老师说 听周老师 她委屈了 你看她委屈了 这姑娘就在这个地方 转不过闷 你要这儿转不过闷 你未来的爱情里面 还要碰到大挫折 来 姑娘你不用委屈 电视剧都看过吧 一个电视剧里边 有一个女主角 正在读大学 经常逃课 在外面跟别人喝酒 你也不归宿 然后经常还请假 偷偷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 你觉得这个女主角 是一个好姑娘吗 没有办法去定义她 是不是一个好姑娘 至少在学校规则方面 她是一个合格的学生吗 她可能不是 那好 第二个 这姑娘谈恋爱了 但是呢 她经常还跟其他的朋友一起玩 并且在上学期间 跟其他的朋友一起玩 那你觉得这姑娘 对吗 在上学期间 跟朋友一起玩 没有冲突呀 逃课呀 那是请假出去 不是逃课 上学期间 正常上课 应该请假吗 今天在台上 你给我们展示出来的 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姑娘 我先不管恋爱当中 谁对谁错 但至少我今天听到的 你是一个 在大学期间 跟几个男性 一起喝酒 夜不归宿的姑娘 我不管她做过其他什么 是没有 但至少我相信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 评价当中 大家会认为 这姑娘太好玩了 这姑娘很有边界感了 如果再说严重点 别人可能会认为 这姑娘怎么不结身字号呢 因为想象很可怕的 我很心疼 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 因为如果你觉得 你跟你的男朋友 没有办法 就生活当中 如何安排 跟朋友之间的 见面的事情达成一致 你照理 直接分手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到台上来 我没有说 我必须要来 是我男朋友非要来 你自己可以不来 你有自己的思想 你有自己的腿 你有自己的手 就像她告诉你 我不允许 你去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 你也可以继续选择 在一起啊 所以亲爱的 你们俩是情侣 但你们两个 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容的情人 情侣之间是一定有度的 我现在告诉给你 这就是一个常识 你要是不接受的话 你未来要恋爱还会碰壁 我这里面想说的话 感受一下 男朋友跟你带来的快乐多 还是刚才所谓的男性朋友 跟你带来的快乐多 如果男朋友还没有普通朋友 给自己带来的感受多 那么这段感情就没有必要了 反过来 男生你也要知道 一段感情让你谈得很歇斯底里 这段感情就已经没有了 他的界限和底线就是这个样子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了那么多是我们的底线 但是他的底线仍然在这儿 他可能有一天 因为吃了亏摔了跟头 或者未来有阅历了 他会改变 那是他的事 所以和一个真实的人谈恋爱 合适在一起 不合适就算 联用盖对你来讲 你要用真实的感受去谈恋爱 如果你累了 你困了 你乏了 那就放手 他就不合适 不要和一个 我认为他应该怎样的人谈恋爱 如果不那样子 我就管他 去控制他 最后他被失去了自我 没了自由 你也失去了自我 你也没了自由 你的生活里面还有什么 你的家人呢 你的父母呢 你的兄弟姐妹呢 你都没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看好这段感情 其实姑娘 你也挺累 没必要 减少内耗 让自己心定下来 多去吸收外界的东西 兴许一些不同的观点 对你来讲 可能是最有帮助的 也恰恰是你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 何啥不是呢 坚持自己对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直在坚持过去 对于年轻人而言 我们认为可能成长空间 会有限 进攻参考 你看把人家姑娘给委屈的 我说说你吧 你根本不爱她 你做的那些所有的事情是 照成老生来说 从爹妈的角度来说 感谢你 但是从男朋友角度来说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给人家她妈妈打电话 你就是以爱为名义 不要回头 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 然后我们谈恋爱的手一 我反而觉得你没有边界感 你的边界感缺失在于 你肆意地去打扰她的家人 因为你现在不是她的丈夫 你就算是她的丈夫 小两口的矛盾 内部解决 不要上升到爹妈 接下来姑娘 我问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你这个男闺蜜 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 她有女朋友原来 然后分手了 为啥分呢 我不知道 因为一滴恋可能是 你们两个人关系这么好 她怎么可能不给你们讲 她为什么和她的女朋友分手呢 她当时想跟我讲 我说我不想听 你们两个人是那种发小 对吧 对 我也有发小 我也有男闺蜜 但是我的那个男闺蜜 在我谈恋爱的时候 她就消失了 因为她跟我说 我知道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 我是个异性 我希望你好 因为你的男朋友 一定会介意我的存在 我的发小也一样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两家野剧 要是一起想要出去玩 一定是爸妈都在的情况下 从来不会单独约我 因为她说你有男朋友 我这个当哥的出现不合适 这叫朋友 包括我的闺蜜 女性朋友们都是 谈恋爱的时候 我尽量不找她 因为我知道她心思 一定在她男朋友身上 我这个时候出现 天天喊着她出去玩 就是我不懂事了 这叫朋友 姑娘 我今天只是想跟你讲明白 这个定义 爱情它最可贵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唯一性 一旦出现第二个人 这个世界就变挤了 所以人不能贪心 如果你想认认真真谈一段恋爱 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和感情的时候 你就要有舍有得 你一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朋友啊 我最后再给你强调一点 人如果太贪 一定会摔跟头 无论是在感情的世界里 还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又要学校学习 又要出去玩 又要满足那种躁动的青春 那你迟早会出事了 我们这些所有的人 都是希望你能顺顺当当的 好吧 就这样 来帮帮谈的老师们 一个23 一个22 咱们这精力就非得都放在这儿吗 就是一上场 就在嚼劲这些事 如果再过两年要面临毕业 要面临就业 你们再回头想一想 你不觉得今天的烦恼这些事很可笑吗 这才是最简单的一件事 你们现在应该的是强大自己 好好学习 好吗 我希望你们都能有美好的人生 跟未来 谢谢 谈恋爱呢 边界感非常重要 那我给你两个字 就是避嫌 不要打着说男闺蜜男性朋友 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去做一些让你男朋友恶心的事 如果说你没有起码的边界感 你就不要怪别人对你的猜忌和疑神疑鬼 我可以以信任之心不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也请你以珍惜之心 不要滥用你的自由 从今开始 我希望姑娘 你重新审视一下 你的这个边界感 好好生活 好好恋爱吧 谢谢老师 一起进入 会生活 选广电 真情60秒 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是互相喜欢的 可能到最后我们都不能为对方改变 我觉得还是先尊重自己吧 先爱自己 不能违背自己的想法去为对方改变 我听老师们说吧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过分 但是我从来都不是说 你跟朋友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 如果咱们俩分开 我也会祝你幸福的 我希望咱们可以 就是不是因为这种 这种事情分开 而是因为咱们俩 对对方不喜欢的分开 请回请回 谢谢 谢谢两位 唉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文老师来预测一下 双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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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觉得会双出呢 看结局 请开门 好的 祝他们分手快乐 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请看 我们交往已经一年多了 刚在一起时有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冷淡 我的落差感特别强 这半年他变得越来越强势 不光每天要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还总是贬低我的工作 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 还总是冷暴力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 如果和我在一起 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 那我们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呢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陈26岁来自湖北 女嘉宾小廖25岁来自湖北模特 有请两位有请 各位老师们好主持人好 好好好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近半年来我觉得日子过得很不好 如果不行咱就散了 小片里的原话是吧 是的因为我们在一起一年半多了 然后他一开始就是对我很有耐心很温柔 现在就是我的一举一动 所有的行程都要跟他汇报 然后变得很急躁很不耐烦 会对我发脾气 我在想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都是吧 我们现在是2022年相识的嘛 然后在一起也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因为我是之前跟他从事是一个行业 然后慢慢的呢 我转变到了另一个行业 就是我转行了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做的就是类似于就是数字传媒 活动策划 然后我可能工作平时会有一些应酬啊 比较忙 所以他就觉得我可能没有以前有耐心了吧 然后像他刚刚说 就说我老是可能有点在监控他什么的 就是也是因为有一次事情 是一次出去吃饭 他也没有说是跟异性朋友或者是同性朋友 我说那您到了之后呢 那你给我拍个东西 我看一下我确认你的安全嘛 他到了之后给我拍了一张空镜 只有两个餐具啊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朋友嘛 我就我就问他嘛 他就很不满 那个朋友呢是一个化妆师 通过朋友介绍的 第一次见面人家是个女孩子 我又觉得第一次见面就拍人家脸 我觉得真的 但是既然是化妆师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就我有自己的社交 我有自己的事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要出去干什么 大家干的就行了 我也不是不让你社交啊 我记得都要跟你说清楚吗 对 因为我也不是真的要去说 让他一举一动的 无时无刻地告诉我 因为你知道我跟他之前是做模特的 就是可能外部条件会比普通人要强那么一点 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出门 突然有一男的 就是当着我的面找我女朋友要微信 那我女朋友虽然没给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 奇奇怪怪的人很多 外面的诱惑也很多 对于这种方面就是我可能比较担心 就会去让他给我进行一些报备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他真的担心太过于多余了 人家找我要微信 我觉得没有边界感 没有礼貌的是别人 我还被数落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的 好好好 而且出去玩 他还会偶遇我 什么叫偶遇 就是我出去玩 可能玩着玩就碰到他了 好几次偶遇 还有一次在酒吧 都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来这玩什么呢 我觉得不对劲 我回去看我的手机 我手机那个定位 之前是关着的 然后就被他打开了 在我的追问下 那个定位就是他开的 我这也是就是保护他的安全啊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 会去一些比较偏的地方 郊区 因为那地方景色好一点 然后有时候我经常联系不上他 就出于这种情况 我把他手机定位打开 我能随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但这也谈不上就是去监控你啊 那你偶遇我干嘛 偶遇确实是我的不对 因为他之前弄我说的是 跟朋友聚会 我说吃个饭 你吃吃吃 你吃到酒吧去了 那我肯定会担心的 那结果一去 虽然说都是他同事 但是他这个事情 他又没有说 这就结合到 刚才我说那个没报备的事情 就是我就没有安全感啊 反正这个人做一件事 总是有道理 对啊 还有一次事件 我觉得这个事 可能大家都能共情 就是有一次他说 他有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嘛 他们要一起吃饭 不是OK呀 结果回来之后 他拿了一束玫瑰花 同性之间 不可能你说去送玫瑰花吧 那肯定是异性啊 这个分析的比较有道理 结果在我的反复逼问下 他跟我说说 他前男友 你还把前男友 送你的花拿回家 你这是什么 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他喊我出去 是因为之前工作上 有逼款没给我 他喊我出去之后 送了我一束花 我也没想到 不是因为工作的理由啊 我们谈了一年半 你突然杀回来 跟我说你有经济问题 结果你跟我说 最后还是因为 你前男友想你了 这合理吗 你把花带回来 这合理吗 不是我这好奇问一句啊 一般不是就 花就赶紧扔了吗 对啊 这为啥不扔呢 我当时没来得及 说实在话 你路上那么长时间 来不及扔一束花 你带回来气我 不不不 他当时可能路上 脑子是蒙的 就是因为这个啊 要分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他会贬低我的工作 他会说我不上进 会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说我的工作没有前途 没有前景 然后说我不爱学习 这个这个 但是明明之前 我们都做的同样的工作啊 我没有说去贬低他 我说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去 多去学习一些东西 我为什么转行 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 再往这个年龄层次高了走之后 你没有以前那么有干净 或者说是那个收入来源稳定 嗯 你肯定是要去转行的 我就跟他说 你能够去多结交一些有用的朋友 哦 不要说是一些不三不四 天天去混酒吧的朋友 那你说你能在这上面 学到什么东西 酒吧能谈什么 对不对 我跟我朋友都是正常出去吃饭 唱歌喝酒 我觉得没有 大家都是年轻 正常吃饭唱歌 你说的这事儿 我又得提一嘴了 他之前跟朋友去唱歌 喝多了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你也行 结果最后打电话的是一个男同事 嗯 哎不是大家都是认识见过面的 而且我也没有到一时不清醒完 我还是让我朋友给你打了电话 你都还清醒 你不能说你让男同事来说 我肯定会不舒服啊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 导致我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理解 他一直很急着让我转行 那为什么就是我这个工作 我明明可以做得很轻松很稳定 然后你现在让我不做了 然后他因为转行了 然后他的应酬也变多了 赔我的时间也变少了 他也应酬啊 对啊他也应酬 我真的我有那个聊天记录 主持人可以帮我放一下吗 主持人可以帮我放一下吗 你思杰的他的记录 嗯 我们能放吗 能放啊 这得听你的啊 我觉得能放 我觉得太能放了 那我们现在就放 你同意了我们就放 哪个是他呀 蓝色字的 这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 咋了 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吧 最近欣赏了那几部电影都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小姐姐声音很屌 人家不是拒绝了吗 哎这不挺好吗 不他不能从一开始拒绝别人吗 还跟人家拉扯这么长 我都说了 我现在做的是活动策划 这是跟我活动做的一个认识的人 要互相扩展圈子和人脉 你哪有那么多圈子要扩展啊 我做这些行 我不去拓展人脉 你这个有点无力取闹了 对不对 他男生我看一定在拒绝对吧 对而且说了自己有女朋友 也说了自己 他推过才说的呀 他从一开始感觉不到吗 我说了 这是活动策划的时候 互相认识的一个女孩 我上面也说了 有活动 咱们一起互相推一推 做大做强 对不对 就表情我都发了 都很正常 那么绿茶声音你听不出来啊 我听出来了呀 所以我拒绝了呀 我还把你带上来 我说下次咱们可以一起去看 对不对 谁让你带了我要去吗 不是你这就 我认为拿出了一个什么证据来 结果这个证据是证明说 他男朋友对他一心一意 对呀我确实是 就是真的就是 所以也之前我跟他说的一样 可能外面也有人在勾打他 但是他可能也没有做很多过分的质解 别人勾打我 我连人家微信都没有加啊 你还对我发脾气 每天还要监视我 我一说你 我又问你出去应酬啊 你别管 我要出去应酬了 我要出去工作了 姑娘这个咱这事就过了吧 在证据方面确实有点欠缺 还有别的让你想分开吗 觉得压抑的 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工作 然后我的指甲就翻了 然后当时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就立马打车来医院找我 现在就是我让他陪我去做个指甲 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的事情 坐在那个美甲店就开始不耐烦 开始说我 他平常也很爱打游戏 打完游戏还就在里面充值 男生打游戏 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我本来工作现在就很累 而且我也不怎么抽烟喝酒 那我回家 我就想放假的时候 打个游戏放松一下 这是我们男人的一个 放松的一个方式 仅此而已 而且你去做美甲 因为他 你自己也说你 你指甲老翻 你指甲比较薄 你还老去做那种很长的指甲 那我不说两句 我说你两句你也不耐烦 那你可以不去啊 你去了 你又在那叨叨什么啊 我不去 你又要说我不赔你 你应酬就有理 你出去喝酒 都是理所应当 然后我出去就不行 你跟朋友就是 我都是为了工作 我才出去喝酒啊 谁喜欢喝酒啊 你过入他的逻辑陷阱里了 你这提问不对 你的核心是说 你人是陪我了 但是你的心在不在啊 我说的这种是无效陪伴 他说那我去了干嘛 就是盯着你看是吧 那什么是有效陪伴呢 就像你说的 那我在你旁边 我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也在你旁边吗 那你说什么 你在那还不是打游戏啊 那我干嘛呢 你做美甲我在旁边 夸你美甲好看 那我之前手受伤 每天换药你都能够 我失陪你啊 你换药我还有就说啊 那你之前不说 你现在就在这开始叨叨了 你换药我能说 你做美甲我能说啥 你把美甲换一下 那你就不要说我啊 不要练到我啊 每次哪有那么多怨言呢 做什么都是错的 工作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没有否认你 这事咱给他记上了啊 还有别的吗 他以前出差嘛 见系都会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 嗯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 一出去就是我要忙 然后我就给他 发消息打电话 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到晚上跟我说一句要分手 他说了好几次要分手了 那每次 那分手又对你来说 那么轻易说出口吗 那是因为你逼的呀 我逼你什么了 我在外面 我都说了以前的工作是以前 现在我转行了 我在西藏出差 那山高水远 那海拔那么高 本来手机就没什么信号 我们又在忙拍摄 你也不是不知道 结果他非要给我打电话 跟我来争个 你死我活的 我就说我现在在忙 我说我玩哪给你打 他就一直打 一直打一直打 那我没办法 我只能把手机关机了 我关机之后 好 我们在一起 结果同事跟我说 你女朋友打电话 打到我这来了 我就很没面子啊 他把我就惹毛了 我就跟他说分手了 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未来 其实说到这儿 我也不是说真的 每次就是说 要去跟他争个对错 我只是想把我 我认为的道理 可能男女的思想是有别的 我只是说 站在男方视角里 我觉得我这个道理 是完全可以说服我自己的 我做这么多 其实现在转行 我为什么要去转行 为什么 其实现在算上去 也谈了一年半了 未来肯定要去考虑 去结婚啊 买车买房这种 那我肯定就有一种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压力 就突然就来了 然后我就想着 为什么转行 为什么我这样 后期能多陪陪他 因为前期真的 我要到处跑 应酬啊 结交人脉啊 什么的 才能够后续我跑得顺一点 嗯 然后我就想就是说 咱们俩以后能够 嗯 就 就过得更好一点 嗯 理解了 女生很没落啊 因为她说的这些 其实我确实不太能理解 你现在都过不好 那你谈什么以后呢 现在我们感情都这样 你还想什么以后结婚 你觉得以后是会变好吗 所以就需要互相理解啊 所以才来这个节 陪你来上这个节目啊 我也是想解决问题啊 我现在问几个问题吧啊 当你出去社交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谁紧张 他不要紧张 他为什么紧张 我就是他不够自信 错了 是因为你有了你自己的生活圈子 你的所有关注点 不在他的身上 同理 为什么他出个差什么的 你紧张 可能我也是紧张他 但是我雷心也有点不服气吧 同理 他那个时候是有光彩的 是吸引的 就是个人在做个人事情的时候 有计划的做个人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风采的 而恰恰你把它陷入到所谓的情情爱当中 吵架肯定吵不过人家 为什么会难受 你都是正确的 你都是对的 你逻辑说的我们都认同 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舒服了 我这个不舒服是真实存在 还是假性存在 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所以现在的课题就摆在这儿了嘛 跟你交往的这个女性 她自己觉得跟你交往她不舒服 她感觉到被你限制了 被你贬低了 或者说她觉得你可能想控制她 她不舒服 这个感受是真的吧 所以这我想 这是她今天来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她感觉到 我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我不舒服了 我没有说你做的对还是错 你发现了吗 而是她真的不舒服 男生可能对这个关系的感受也是不太好的 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对 对吧 其实今天来的问题就很简单嘛 我们要不要调整 如果调整怎么调整 还是说已经不可调和了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如果我是你的话啊 我可能会先戒断她一段时间 量她的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你是要恢复一个你自己的理智 我觉得你现在真正需要提升的 第一个是你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 第二个是自我独立的一个意识 这25岁的开始 女孩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享受孤独 你要开始学会自己独立的去处理很多事情 并且在你自己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找到快乐 你要开始因为你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依附于谁的生活 而开始有喜悦感 这种学感未来能够帮助你去面对人生的很多困境 你要确立的自主的有意识的知道 哦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做到什么 我一开始为什么出发 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你要培养你自己享受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的过程 发泄情绪永远是女孩很弱很弱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 你就告诉她我不高兴了 为什么 你先戒断她一下 你不要总是以你过去的相处模式和思维模式去思考你们这段关系 我相信你是个有智慧的女生 你会被她带着跑是因为你太在意了 你去提高自己的学历 你去多读书 你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你给她点时间让她去成长 她不会跑 你自己成长了 你闪闪发光了 她依然还在你身边 记住这四个字不怕失去 你才不会失去她 这个小陈 你今天说话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说你是想要考虑到未来 考虑到责任 考虑到以后 这都是很好的表达 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你的伴侣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俩连现在都过不好了 我们怎么去谈以后 我跟你讲 所有女生都会这么想 我当下我都快跟你走不下去了 我憋得不行了 他敢想以后嘛 男人如果没有办法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或者引领好对方的情绪 那你们这段感情再往下走 我觉得就是彼此消耗 女生想结婚吗 目前不想 什么时候想 顺其自然吧 男生想结婚吗 考虑了就自然是想的 你们俩回答得好官方哦 送你们两个同样一个字 荒 你跟这男孩在一起 你根本没有安全感 你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选择你 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你结婚 你所谓的顺其自然 无非就是安慰自己罢了 你知道 你现在抓不住他了 因为你在不停地围着他转 你希望你围着他转 能够换来你的他生安定 但是你换不来 因为他的生活不在你这儿 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当中 可能在他未来的事业当中 他的未来的事业有没有你 你不知道 所以你很慌的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第一个慌 慌在你的事业 你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所以你得围绕女老板转 你其实都不知道 你的女老板带你是为什么 他可能只是带着你而已 但是你会认为 我得跟着他以后 我可能才会有事业 不一定 提升事业要的是能力 你可能觉得你能力没达到 你可以去拼你的能力 但是不是拼 你光刚在那去做一些人际交往 不一定的 所以我觉得你俩恋爱谈到现在 你俩都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 那怎么能有结果呢 未来哪一天是哪一天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的建议 姑娘先好好工作吧 继续要在一起在一起 但别把你所有的心思 全放在他身上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别给他画饼了 那个饼太大了 吃不到的 有点飘 你不如就跟他说了 亲爱的 现在我想好好工作 努力工作 我没有那么多精力 在恋爱当中 说着直接的话呗 说完了以后 该干嘛干嘛 但是你现在不说 然后你就会让你的爱情 变得跟泡沫一样飞走了 一上来感觉到 两个人的沟通呢 是大嗓门儿 有点阿姨 你不想到 就会有点 一上来感觉到 一上去 一上去 这么多的 你不想到 某个人 探索 你不想到 这一段 我能不能够 你了 你不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她的热情会随着恋爱的时间拉长越来越高 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 所以在所有的恋爱当中 姑娘们就要降低期望值 女生在恋爱当中的独立 会让你保有神秘感和新鲜感 谈恋爱这件事 它只是在你们生活当中一部分相交 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的 这样这个恋爱才能长久下去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降低期望值 给男生的建议就是 你咋老那么有理呢 别说他觉得你瞧不起他 我都觉得你瞧不起他 你就是那个典型的说教师男友 然后还胡说八道 很多的时候 其实你直接说出来就好 什么 我担心你的安全 你就担心他跟别的男人跑了 不就完了吗 你说宝贝我害怕失去你 也比你说那句什么 我担心你的安全 要能更让他暖心 如果你真的是担心他的安全 开定位这件事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 还来偶遇 所以你很多的 都是站不住脚的胡说八道 然后也会让他在这个感情当中 就会觉得他总是没理的 因为你的事都是偷摸了干的 他当然没理了 你也一样 如果你此时此刻认定 事业和工作对你这个年龄 或者说你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话 你就告诉他 我们约法三章 在我工作的时候 不要打扰我 因为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爱你 但是我现在更需要工作 对男人来说 事业就是比女人重要 所以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男朋友 在专心搞事业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的女生 自己做自己的事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 那你就一直去寻找新鲜感就好了 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说 他搞事业的时候 他一定那个时候 需要全情投入 你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说你面对不了 接受不了的话 你就选择走 这就是一个聪明的女孩 终其一生 人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 所以恋爱的过程 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要看智慧有没有 有智慧的人 可以把恋爱经营得很好 没有智慧的人 就只会越来越差 我懂 谢谢老师 谢谢 所以广电帮忙团 我想说爱情其实是分阶段的 你们已经从寻找爱情 到现在过渡到要寻找面包的 这个阶段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 可能更需要的是 两个人的理解和包容 女生我觉得你不妨去 试着去提高自己充实自己 咱不是说要追上她的脚步 但是两个人要齐头并进 所以我觉得女生 你把自己做得充实 强大一点 可能到时候 放心不下就是她了 而不是你 好吗 作为广电帮忙团 我帮一下这个女孩子吧 送你句话 提高认知 认知的高度决定人生的态度 因为在生活中 一个认知高的人 他是通透明示理的 认知低的人 他是糊涂没主张的 所以我希望你呢 就是第一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要放大情绪 而要去解决问题 第二呢 就是合理地评估一下 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好好规划你的人生 努力地去工作 干就完了 因为懂得多 才能看得远 我们其实在人生当中 没有那么重要 爱情这件事 它是一个终其一生的事 就记住 设立底线 开心就好 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一起进入 会生活 选广电 真情60秒 我觉得我们谈了这么久吧 就是今天像今天老师说的 就是可能 我的重心太过于 放在你身上了 就是 每个老师跟我说的 我都挺有感触的 我觉得他们也是 真心实意在在劝我 但是我确实 跟你在一起之后 可能就是中心越来越在你身上 然后我想 就是过少的关注自己了 也很担忧我们的未来 我就想 就是说你变得稍微有耐心一点 就不要像以前那么急 那么暴躁 确实刚才听了几位老师 包括主持人 给了几句忠告 我觉得 自己确实有一点点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是 就是一开始其实 确实挺不要脸 后来慢慢要面子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吧 但是我其实现在确实还比较喜欢 把中心放在工作上 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点理解 希望多点包容吧 互相彼此包容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文老师预测一下 双出 双出 补充一句 其实我们当心理医生的 就是耐心地听 当对方把事都说完了 我们也没说话 他已经好一半了 那可不一样 我们是免费的 你们收费 对不对啊 那能一样吗 谈恋爱也很贵 希望他们能双出 来来 刹那老师 双出吧 双出 双出啊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啊 真没想到 没让他离开 实际上他好好谈着 然后自己做自个事 在不同的阶段 就好多女生 要那种恋爱 就是轰轰烈烈的 各种作 各种情绪满足 其实那反而是幼稚的 但是你也得反思一下 没啥我倒觉得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嗯 其实这个结果 可能我也想得到吧 但是我还是想在 因为听了确实 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话 包括主持人 您给的一些忠告 还是回想了一下自己 因为确实可能 在这段感情里面 过于强势了 然后包括一点点吧 可能就是像您说的 他可能觉得 可能都没有对错 就是他感觉到不舒服了 哎 咱再说 说句最直白的是啥 为什么同行 特别难成就在这 你不就是个模特吗 在很多男人眼里 可能这是一个 光彩耀眼的女人 在她的眼里 跟我那些同事 也差不了什么 这是一个核心的 为什么她那么受挫呀 就在这 行了 加油吧 谢谢你啊 谢谢老师 还有我主持人 来 请回 好 想撮合没撮合成 没成就没成吧 还是那句话嘛 他们开心就好 如果一段感情 让感情当中的两个人 都负重前行 多累的 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